井南丹警方雷厉扫毒 一名暗底雷雷的男子 为了逃过法网 竟然跳河自保 却因此丢命 逆死在河里 当局从猝死角度 调查这起命案 并且在男子身上搜出毒品 万劫警区主任 伊斯麦今天发文告指出 昨天下午4点半左右 毒品罪案调查局 启动特别过滤行动 突击大本营 追捕毒贩 在达望码头附近 其中一名嫌犯跳船 试图游到对岸 不料却溺水下沉 搜救人员赶到现场搜寻 直到晚上7点 在事发地点附近 找到一具冰冷的遗体 39岁的死者 有6宗刑事案底 警方也在这起行动中 逮捕了另外4名嫌犯 带往万劫警察总部 听后发露 感谢工作室 最后发露 9分钟 广告 遇上 我 注意 郁